国防讯息来看到的是海军委托国防部军备局整合设计的陀江舰 今天上午在苏澳首度亮相 陀江舰是第一艘由国人自制的逆宗飞弹巡逻舰 未来将会投入海军的作战行列 强化国军的制海战力 海军军舰配备高达16枚远程反舰飞弹的陀江级巡逻舰 14号上午在苏澳南方奥宇港一处隐秘的船屋举行下水及命名典礼 从澳洲引进建造技术的高效能穿浪双体结构也首度曝光 海军司令陈永康致辞实说 这是海军建军重要的里程碑 跌行也是本军军舰的首创 是本军未来建军极为重要的建军 陀江舰一年来都引荐在南方奥豆腐甲鱼缸里 他用铝合金所打造的41个船段 在立泽工业区被切割好后陆续运来进行焊接 而陀江舰火力这么强 搭载的是有航母杀手支撑的熊三超音速反舰飞弹 他的任务是什么海军很低调 这个以后再向大家去做报告 我们后续再跟大家讲话 谢谢 铝合金打造的陀江舰排水量500吨 体积小吃水浅 可以穿浪前进自由进出小渔港 主要任务就是海上远程快速打击 而过去外界解读陀江舰专打航空母舰 联想的多半就是大陆正在训练的辽宁号 海军兴建成军却不想耀武扬威 考量的是两岸政治敏感 联合晚报洪哲政宜兰报导 下红色的城市产器也认为一本是平凤心的 不容易去阻止的击母舰 要表辞尽了 排出这阶段 领現